1006集 后会有期 林宇身子站得笔直 浅浅地冲她一笑 玫瑰上车之后 白礼便迫不及待地一踩油门 车子顿时以极快的速度冲了出去 对于白礼而言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尽快离开这 玫瑰侧头 眼睛眨也不眨地望着后视镜里 林宇越来越小的身影 紧紧地攥住白皙的手掌 向来雷厉风行的他 自以为这次走也不会拖泥带水 但是为什么心头却有那么多的 愁绪与不舍呢 下山的林宇也一直站在原地 目送着玫瑰远去 直到连车尾灯都没有再看见了 他轻轻地掏出随身携带的那把 刻有玫瑰名字的金锁 紧紧地攥在手心 望着茫茫夜色 答应你的 岂能忘掉 又岂能敢忘 对于他跟玫瑰上次的约定 他怎么可能会忘记 如果有那么一天 他能够带着江炎叶青梅和玫瑰周游世界 想必一定会是自己除重生之外最开心的事吧 纵然是以朋友的身份 只不过这一天还得等多久才能来到呢 林宇的心中暗自地感叹一句 抬头望向黑漆漆的夜空 回答他的只有闪烁着的星光 先生 山下风大 我们回吧 布城见着夜风越来越寒 赶紧低声提醒了林宇一句 啊 回 林宇轻轻点头 转身上了布城和拜仁图他们开来的黑色汗马 先生 刚才林宇那小子打了您两掌 您一点事都没有 这反而我看您越来越精神了呀 对呀 林宇用力地点点头兴奋地说道 其实我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刚才林宇那两掌打在我身上的时候 不止一点也不疼 而且我的肌肤还暖融融的 感觉特别舒服 似乎充满了力量 有一种 林宇说到这儿微微一顿 凝着眉头细细想 接着才找到了一个合适的说法 形容自己刚才的感受 他继续说道 嗯 有种就算是面对枪林弹雨 我都毫不畏惧 觉得他们根本无法伤我分毫的感觉 虽然林宇所说的只是自己内心的一种想法 但是拜仁图和布城文言 还是互相胡疑地看了一眼 眼中闪过了一丝惊异之色 最近在林宇的帮助下 这两人也开始 接触起了这制纲纯体的功法和心诀 先生 你说会不会是这制纲纯体 存在什么玄机啊 承受的外力越重 自身反而就越强大 百人图回头望了林宇一眼 语气虽然有些胡疑 但是依旧是一副面无表情的模样 有可能 布城也是跟着冷声附和 他也有这种猜想 有可能这种玄机压根没有记载在功法里 回头我们回去 然后你们两个人再打我几场试试 林宇也感觉他们两个人说的是有可能的 点点头 兴冲冲地说道 他的内心感觉十分的遗憾 遗憾刚才林宇 没有冲自己打出第三仗 我最近睡眠不好 身上乏力 恐怕帮不了何先生了 百人图文言 画风顿时一转 语气中不带丝毫感情地说道 我最近也陪我师父做训练呢 身体状态不太好 也帮不了先生 布城也语气冰冷地说道 接着直接岔开了话题 冲百人图问 眼儿上学的事情处理好了吗 百人图沉声说道 啊 处理好了 布城和百人图两个人才不傻呢 刚才林宇打林宇那两掌 整个胳膊差点被废了 要是换做他们 也绝对好不到哪儿去 所以这个忙 他们没法帮 林宇回到家之后 叶青梅已经睡了 江岩正穿着一身粉色的吊带睡裙 靠在床上 跟人打着电话 语气十分地亲密 热切 似乎是打电话打得太过专注 林宇打开客厅门的时候 她根本没听见 所以林宇打开卧房门进来的时候 江岩吓了一跳 接着一把捂住自己胸口 林宇见状眉头微微一蹴 心底突然间多了一丝异扬的感觉 她怀疑江岩这个电话 是不是打得有什么猫腻啊 毕竟这么晚了 江岩是不可能给老丈人 丈母娘打电话的 而且她也从来没有这么晚的时候 给别人打过电话 这么晚了 跟谁聊天呢 林宇皱着眉头问 神色有些古怪 江岩冲她做了一个虚声的动作 随后冲电话那头说道 嗯 好的小爱姐 我知道了 那我们明天见面再谈吧 说着 江岩便直接挂断了电话 小爱姐 林宇的心头不由一阵的纳闷 印象之中 江岩并没有一个叫做小爱的朋友 该不会是蒙自己呢吧 林宇可不想自己和家荣兄头顶上 一片克尔钦大草原 眼珠一转 记上心来 连忙称赞两句 江岩今天真漂亮 简直如天女下凡一般 一定要拍照留念 借着帮江岩拍照的名义 林宇要过了江岩的手机 看了一眼微信 发现江岩刚才通话的小爱 确实是一个女的 这才松了口气 最后十分敷衍地 给她拍了两张照片 江岩看到林宇 给她拍的照片之后 直接启诈 气得拿白嫩的脚 踢了她两下 你 哎呀 你会拍照吗 鼻孔拍得比眼睛都大 哎 在我眼里 你的鼻孔长得都是那么完美 知道吗 颜姐 林宇糊弄了她一句 一转头 见桌上放着一个凤头簪 顿时眼前一亮 走到桌前 将这簪子拿了起来 对着灯光看了看 只见这是一把 暗八仙流金凤头钗 做工十分精美 温婉大方 光彩夺目 颜姐 这东西从哪弄来的呀 林宇眉头微微一簇 她把玩着手里的凤头钗 疑惑地问道 小爱姐送我的 江岩笑着说道 怎么样 好看吧 就是你刚刚打电话 那小爱姐啊 林宇面色疑惑 哎 对了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你提起过这个人啊 林宇仔细地想想 确认江岩确实没有提过这个小爱姐 你当然没听过了 江岩赶紧解释道 这是我刚认识不久的造型师 造型师 林宇微微挑了挑眉头 疑惑地问 哦 就是剃头的是吧 你 你也可以这么理解 江岩有些无奈地叹口气 不由感叹道 林宇就是那传说中 对女人的世界一无所知的钢铁直男 哎 剃头的就剃头的呗 还什么造型师 林宇一边嘟囔着 一边拿着手里的凤头针 仔细地看了看 这凤头针也是他送给你的 对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江岩刚要和林宇炫耀炫耀 但是注意到林宇异样的眼光 不由好奇地问 嗯 有点问题 林宇点点头 面色凝重 江岩顿时也紧张了 连忙坐起身来问道 啊 什么问题啊 本集故事播讲完毕 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